哎呀 沉死了 欢迎老妈回来了啊 沉死了 你奶奶不给拿来的什么东西 这一大箱子 Hello 大家好 我是红杨 刚才我一共搬上来两箱东西 这个东西是我婆婆从农村托人给我带过来的 可能是一些青菜 然后还有一些土鸡蛋 现在我开开看看 然后早上我还没做饭呢 现在我也开始准备一下早餐 今天真的是太热 首先闻到的是一股葱味 这大葱还没少拿 拿这么多大葱 哇 看看 拿这多大葱 还有芹菜 看 还有大葱 芹菜 哇 拿的好全呢 辣椒 这是早上摘的 上面还有露水 一会咱俩拌个凉菜 妈你摘油条啊 天 好演很不乐意 是因为妈妈饭给你做晚了吗 不晚 不晚 早饭现在才八十点 是吧 你咋知道是鸡蛋呢 要不是鸡蛋咋办呢 要不是鸡蛋咋办呢 敢打赌吗 敢 不是鸡蛋咋办 不是鸡蛋 就能办呗 就能办 就能办 行 看看 登登登登 啥 鸡蛋 看全都是农村的土鸡蛋 真太好了 看着都这儿吸个 好 做饭去了 不摆了 菜得放这儿晾一会儿 400克的油条粉 搭入一个土鸡蛋 加两克的精盐 先搅一搅 然后呢 再慢慢的倒入 约200毫升的水 边倒边搅拌 搅成这种大面絮状 再下手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软硬程度呢 像这样就行 然后呢 饧面20分钟 这时候呢 我们来洗一下青菜 黄瓜洗干净 再洗一些土豆 然后呢 去皮 因为呢 这个是新土豆 所以去皮的时候 用小勺一夸就可以了 去好皮后 再把土豆洗一下 接着我们把土豆切成薄一点的片 切好后 装在盘子中 然后呢 上锅蒸熟 准备一块瘦肉 先切肉丝 再切成肉丁 加点料酒 淀粉 熟油 腌制一下 这样炒出来的肉丁呢 会比较嫩 这时候 我们把油条面 称一称 按一按 不用揉 整理一下 然后呢 把它擀成一个 长方形薄饼 再切成等份 然后呢 两个螺在一起 再用筷子一压 要是感觉太长的话呢 就在中间切成一刀 两头一捏 全部做好后 扣上保鲜膜 再醒10分钟 这时候呢 我们再来炸个豆浆 这里呢 我放了黄豆 花生 小米 红枣 核桃仁 15分钟后 我们把蒸好的土豆端出来 少加点精盐 再压成细腻一点的土豆泥备用 再压成细腻一点的土豆泥备用 当把筷子放入锅中 有小气泡迅速出现时 我们再下入油条 这里呢 红杨要说一下 在用筷子压油条时 一定呢 稍微用点力 不然呢 炸起来后呢 就跟我炸的效果一样了 等油条浮起 并且颜色变身后 我们把油条夹出来 放在照例中控控油就可以了 掰开一个看看 它的外皮呢 特别酥脆 里面呢 还是空心的 感觉呢 比买的都好吃 重新起锅 倒入油 油热后下入肉丁 翻炒至肉丁变色 然后呢 下入葱花 蚝油 酱油 炒匀后呢 再加入水 开锅后 加点精盐 13香 再来点水淀粉 勾一下芡 再次翻炒均匀后 就可以出锅了 然后呢 我们把肉卤 浇在土豆泥上 我们这道肉末 土豆泥就做好了 再来插一些黄瓜丝 加点葱丝 辣椒丝 蒜丝 鸡精 两勺农家大酱 搅拌均匀 我们的凉拌黄瓜菜 就做好了 这时候呢 豆浆也煮好了 非常简单 有营养的一顿早餐 就可以开始吃了 我来尝尝这个 好吃 就是小时候那味 嗯 吃啊 对啊 要是辛大酱 就更好了